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个月我就消产病发作 然后就自己在家里 都能吃药 然后很严重 传得很严重 过后就 我的大女儿 可能这样就送我去医院 过后医生讲 因为我太严重了 太辛苦了 就要帮我做 给我打药 给我睡觉 给我休息 再帮我接那个 那个派进我的肺那边 还要吸那个氧气这样 上个月因为我母亲 她哮喘得很严重 然后我们就送她去医院 医生说情况 很严重 然后就是她陷入昏迷 然后在那个时候 我们就很 很无助 很希望看有没有 能够找谁帮忙 然后在这个时候就想起了 战斗古林波切 我有她私人助理 Bankwui的E-mail 所以就发了一封电邮给她 第二天就收到Bankwui的回邮 说战斗古林波切 做了战谱 然后就说需要帮她办三场的法会 Karen刚就是有一天呢 她大概是我没有搞错 我应该是蛮早的 那天星期天的早上 然后她打电话告诉 有一点就是女性很紧张 她说她需要 就是站住一个就是法会 叫做心经厨障 法会 那我就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她就告诉我说 她母亲进医院 情况非常的危机 那医生就是说 差一点就是抢救不来 如果是伦伯切给下来的指示 是完全是没有错误的 所以我马上就在 就是打电话给法会金色 然后跟她就是订了这个法会 然后在当天呢 我们就马上做了这个 就是心经厨障法会 然后其实这个法会 非常它的力量非常强大 一般上呢 都需要七个人才可以做 然后基本上呢 如果你不是遇到很大的障碍呢 其实你是没有 就是你是不需要的 所以通常会 赞助这样子的一个法会的人呢 基本上呢 他们肯定是面对 就是一些很大的状况 然后需要在紧急 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消除他们本身的障碍 在办了第一场法会的时候 就看到我母亲的病情有好转了 然后就是 已经苏醒 然后医生也说 就是情况比较稳定 经验的感觉是 我非常的辛苦 我甚至复习不到 我想我那一刻 应该是没有希望的 过后 送去医院之后 我就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 人就会很松一点了 呼吸也很好了 有没有这样辛苦 当我醒来的时候 你要告诉我 很危险 还好有圣语 帮我做了那个赞卜 可是那小同学们 帮我做了三次的法会 我女儿就问我有什么感觉 我就告诉她 没有了 是说有梦到 梦到这个狮子非常大只的 狮子白色的 毛很多的 就是在我的身边这样 绕过三千 我鱼毯要咬 我怕它死 它只是绕了三千 就走开了 就走开了 过后我就又分泌又睡去 从那家父病房 转去普通病房 在那边休息了 大概是五天这样 我就出院 做了第一场的时候 Karen就告诉我说 她母亲感觉好转了 然后在第二场的时候 她母亲已经开始 可以坐下来 可以吃东西了 虽然还是很弱 但是已经可以 就是说可以说话 然后在第三场的时候 她母亲已经可以看报纸 所以我觉得 原来非常非常的有效果 之后 Bengui又发了email过来说 Bengui又指示 我们需要再办 多三场法会 然后还需要放生 为我母亲放生 然后我们子女们 需要为她辞诉 Bengui有指示说 放生一定要放生 就是说被当场 就是说即将被宰杀的 那个动物 就是那个效果才会更大 因为这个 其实为什么要选择放生 最主要是消除她个人的生业 之后我们四姐弟就从新山 到吉隆坡这里来 收了三个月的此数的戒 其实那一天他们来的时候 我其实非常的惊喜 因为我没想到她的母亲 看起来好像是没事情了 从鬼门关刚刚出来的一个就是 女士可以站在我面前 而且笑脸盈盈的 整个过程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这个是姐弟 尤其是弟弟 其实对他们来说 每天都是无漏不欢 可是因为他们相信了不切 然后也感恩于母亲的那个 就是养溢之恩 所以他们愿意词诉 而且我可以感受到 那个诚意在那边 通过这个词诉和放生的功德 希望能够回向给我母亲 希望她身体健康 然后长寿 其实词诉界有好几个好处 就是你没有累积杀业 然后可以消除你本身的 那个就是生业 非常的快 因为很多人不明白 为什么最近 就是整个社会 那个病态就是说 癌症越来越多 然后人家不明白 为什么每个人都可以得癌症 其实这个癌症对我来说 我就觉得这件事 我们就是常常吃肉 然后滥杀动物 有这些关系 所以如果能够做 持素界的呢 其实我们可以减低 就是减低对动物的残害 然后减少杀生 然后其实可以为自己 累积很大量的功德 你可以见到一个很大的效果 就是说她母亲的病 就是肢健好转 而且非常的神速 她的好转程度是神速的 在进展中 从一开始跟着Rimboche的指示 做的第一个法会开始 看到我母亲的病情有好转 然后接下来的几个法会 然后持素和放生 也看到我母亲的身体也越来越好 我觉得Rimboche很有智慧 然后她的指示都很有效 就是在我们很需要帮忙的时候 都能帮我们解决困难 Rimboche是一个大慈大悲的师父 她对每个人都很关心 对每个同修人以及一些信徒都很爱护 也很谢谢这个业余 讲师能够为我做那个法会 弟子很多 需要帮忙的也很多 那Rimboche呢 就是在去年呢 她就收借了她的弟子 一些弟子呢 作为讲法师 然后讲法师呢 的主要的工作呢 就是得到Rimboche的加持 然后帮救助Rimboche 就是她自己的上司 去分担她的工作 除了这次的帮忙以外 其实我们平时也是有看Rimboche的开示 像书籍啊 影片等等 在生活上也是有 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尤其是在心态上 所以想借此机会 谢谢Rimboche 我感觉人真的很开朗了 也犯得下了 也没有这样 脾气也没有这样潮气 这样坏 吃素也是有帮助 也很能吃饮 感恩圣徒姑娘婆姐师父的爱父 和关心我 能够让我开心 能够让我和家人团聚 还有能够就是说 给我尽尽看看 我很感谢 感谢圣徒姑娘婆姐感恩 来 谢谢可教老师同修们的帮忙 以及爱父 真是感谢 OK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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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